这个呢是电插板 正儿八经的公牛排的 为什么我连电插板都要给你们讲一下呢 因为电插板很关键 大家的风枪啊 烙铁啊 大炮啊 有时候都是同时开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的电插板很难承受 所以说一定要买这种好一点的公牛的电插板 最好是买个100块钱左右的 或者是100块钱以上的 这种电插板呢 买一个 你可以用好几年 非常的好用 不要买这些便宜货 便宜货的十几块的二十块的都没什么用 一旦200风枪一开 烙铁一开 无压电源一开 四个利大炮再一开 马上就烧了 到时候搞不好手机没修好 人也没了啊 所以说一定要买好一点的电插板 非常的关键 另外呢 上面有个开关对不对 开关 平时下班呢 下班的时候直接把开关把它按掉 关掉 因为有时候有些同学 走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忘记把这个风枪给关了是吧 结果风枪一直在吹吹吹吹吹着火了 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多年的维修生涯里面真的遇到过很多 知道吧 很多啊 所以大家养成个习惯买好一点电插板 下班的时候呢 把它关掉 这样一关的话 整个所有的工具都关了 就不会引起火灾呀之类的 对你的生命财产也是一种保障